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0日 星期二 這一節繼續跟大家說中國特色的國情 話說中國大陸再次爆發武漢肺炎的疫情 真的可以說得上武漢肺炎歸家 跟上一節所說的一樣 明明是中國大陸自己 一定是有份研究過的病毒 最終這個病毒就是意外釋放 意外釋放已經是一個非常 善意的說法 其實到底是不是真的意外釋放呢 這個 真的非常之令人懷疑 大家看到台灣 原本是一個沒有疫情的地方 然後有人坐救生艇 去完台灣 然後就說要投奔自由 然後 台灣本土就大爆發了 疫情 到底會不會 初初 有可能真的是意外洩漏 再到最後 例如這個敵對的印度 例如整個西方世界會不會真的那麼簡單呢 其實細心想想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中國大陸既然可以當成是一個生化武器去研究 疫情就已經向著全世界爆發 然後這個世界就是要向他問責 要向他追究 他會不會一不做 二不休呢 其實大家想想 也知道 答案會是怎樣 坦白說 你說他不會那麼做 一定不會 我反而就是難以相信 中國大陸說回新聞內容 再爆武漢肺炎疫情 中國大陸的防疫方式 跟武漢當時一樣 就是強制 不讓人出門口 他不讓人出門口 不是家居隔離 而是家居封閉 直接把他的家門封鎖 換句話說 要令他根本出不來 裏面沒有水沒有食物 基本上就是要 那些懷疑有疫情的人 活活在裏面 等死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式防疫 話說網絡上面就是盛傳一條影片 有民眾在家居門口 出門 吐氣 被 隔離的人員發現了 之後發生了甚麼事呢 竟然就是隔離人員 將 民眾在家居門 直接封門 這一條所謂中國大陸特色 極端防疫的影片 在網絡上面封傳 揭露了中國大陸 當局所謂防疫的方法 就是被懷疑患病的人 現在沒有任何人權 現在 大陸從來都沒有 更何況就是在疫情面前 他們做的事 直接把 懷疑需要隔離的人 直接封鎖在門裏面 講講報導內容 中國 爆發了武漢肺炎的疫情 很多地方也傳出官方 不管民眾是不是有染疫情 總之一律強行封鎖他的家居門口 封門措施 等裏面的住客 基本上 就是自生自滅 基本上根本不是甚麼防疫措施 基本上是把懷疑有病的人隔離等死 這樣的情況當然就是中國大陸才會發生 再第三世界的地方也不會做到這樣的地步 偏偏中國大陸 以大國自居 就是每天都發生這樣的事 再到近日 武漢肺炎疫情回歸 這次回歸到中國大陸 我們一直都認為中國大陸一直都有疫情 只是官方把整件事隱瞞不通報 但是現在消息無法隱瞞 疫情再度爆發 恐慌再度 在國內蔓延 網絡上出現大量的中國特色極端防疫 影片 根據影片所示 揭露了中國防疫人員 竟然帶著 封門的工具 去到 居民的家居門口 直接把對方的門封鎖 不讓出去 根據最近這條流傳的影片 可以看到 穿著整套防疫裝備的 官方人員 去到 一條樓梯 樓梯的上面就是 居民的家居 居民的家居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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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用鐵鎚 鐵釘 將那裏 出口 緊緊的封鎖 當時影片所見 有民眾打開門想問到底發生甚麼事 竟然被當地的人員 直接喝釋 要命令他們立即進入裡面 從影片裏面的談話 得知 原來當時有民眾 因為隔離期間 打開門口出去 所謂呼氣 竟然被 防疫人員發現 防疫人員竟然 上去用鐵枝 封鎖他的家門口 這個真的是 大陸特色 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哪 另一條影片也是拍著相同的東西 影片的展輯的人透露 說現在這個就是家居的隔離令 家居隔離令如果違反了三次 發現你打開門口三次的話 就會直接把你家門口封閉 立即令人想起小學生 先生說發現你再說話不交功課或抄功課三次 就要把你 永遠逐出班房 中國大陸就是這樣的 社會 就好像小學的班房 基本上就是喜歡先生罰你甚麼就罰你甚麼 完全不需要說人權 完全不需要說證據 甚至乎他們 連外出丟垃圾也不允許 亦都在影片裏面可以聽到村裏面有廣播 說人員不要出門 一旦發現就會封鎖你的家門 網民根據當地的影片的路標 門牌 以及影片的人的口音去做推測 發現事發地點可能是江蘇的南京 也有可能是 河南的鄭州 又或者是湖南的新化 從影片推測到中國的官方 封門政策已經在不同的省市 同步進行 由此可見 中國大陸的疫情 一定比大家想像中嚴重得多 中國大陸的南京 也出現了 有人確診武漢肺炎 跟著中國大陸 大量的省份再次爆出疫情 消息 中國大陸官方的數字大家就不用管了 他說 9日的時候中國大陸新增了125宗 根據過往的經驗 最少 最少要加三個零 換句話說 最少 新增案例 就是125,000宗 這個就是最保守估計 大陸官方公佈得有125宗 最少十幾萬人確診 甚至乎4個零也不太過份 其實 中國大陸 自己也是要承受武漢肺炎 生化 武器 的惡果 但是受苦的也是人民 當武器的 是中國共產黨政權 偏偏這個政權就是受到大量漁民去支持 擁護 這個就是 經常所說的那個斯德哥爾摩症後群 就是明明是綁匪 綁架了你 但是 到最後這班人 幫綁匪說話 甚至乎 幫綁匪做幫兇 甚至乎幫他擋子彈 做打手 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們真的難以估計到底中國大陸有多少人死在疫情手上 但是 就算是最粗略的估計 你也可以想像到 有大量的人已經死亡 而官方 一定是一概否認死亡數字 跟武漢肺炎有關 我們今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支持黃色媒體 繼續幫我們節目按like 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幫我們用無限loop大法播放 我們今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